大家好,今天都是4月21號 剛才就和大家看了日本城的PowerPoint 現在就看看連報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去回日本城的官網,連報 我們通常就看連報會好些少 看一下連報,為什麼會有兩份中期報告 應該是他寫錯的 我要看21年的連報 不要緊,我們去港交所找 一三出手 再回到連報 有沒有看到 看2021年的連報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上次都問了幾條問題 包括 開店,增長量,護城河 看看有沒有顯示 一般來說,香港港股的連報 我主要會有幾個部分 主席報告,管理層的討論 這兩塊比較多 下面的選益表,收益表,資產負債 看這些數字,我不會在影片裡說太多 因為真的要計算才會知道結果 我們就看看 這個是2021年的年報 日本城2021年的年報 這裏就說,收入就上升了5.9% 那就是派息 這裏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 他的收入 就持續增長 但是他的增長率是幾好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上一段影片都說過 在零售股 就要留意一個 叫做銅店銷售增長 那大家看到 其實銅店銷售增長 不是說差 但是也不算很好 但是高過香港通脹 但是都OK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他主要的增長 其實就是 要保持著開店 這個不算是一件太好的事 如果你的增長是持續開店 因為你開店始終都會有 樽頸的一天 或者你很大程度上 就 那個支出就是 依賴了租金 那香港的租金 是這幾年才便宜 那往後是不是還可以這麼便宜 這個要留意 所以呢 這一版很重要 大家可以 多看兩眼 然後 企業責任這些 就 不需要再提大多了 主席報告 剛才都說主席報告很重要 所以呢 好 日本城 成立了三十年 本身是北角的一間小商店 然後發展便利綜合百貨連鎖店 好便利 大家一到街就一定有 綜合 就是什麼賊都有 什麼都有 不是 對不起 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百貨 其實最主要都是賣一些家居用品 小電器 電飯煲月水爐 清潔用品筷子 電燈膽 電池 大家都知道 很神奇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 不知為什麼你有東西賣就會關掉 百貨是不懂的 百貨就是可以去到買菜 買吃的 買些用的 不知為什麼 香港人可能入了腦 你所有東西 譬如說 打火鍋沒有機器 就 已經盯了是日本城 這件事 就好像我們說 Whatsapp 就是你有什麼Whatsapp我 但是Whatsapp是個名詞來的 有什麼東西你就Message我 而那個Message就是用Whatsapp 但是現在就 你有什麼Whatsapp我 你有什麼就pay me我 名詞變成動詞 日本城也是 我發覺就是 香港人 特別是香港人 好像都入了肉 可能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戶城河 我經常都說 可能是 但是 老實我就不太適應 不過不要緊 我們繼續去了解 因為 其實可能反而 對你們 聽著這段影片的朋友 可能更好 因為 我沒有偏見 我沒有偏見 就是我不認識他 我不會一方面唱好他 可能 如果大家 大家覺得我有什麼 說得 關於日本城不太好 或者有什麼補充 可以 下方留言 或者PM我 OK的 我會認衰仔 OK的 我不會 另外他都跟兩間的電商合作 包括上一次說的 Yohu 賣電器的 Foodpandamore 大家都好認識他 熊貓 宋勝物的 另外他都會進一步 提供銷售 和拉高的利率 尋求更多快速消費品 什麼叫快速消費品 就是可以去貨去得很快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回到溫習 有沒有印象 這裡是否摘貨摘多了 除了是因為旋期的問題 可能會不會是買 即是入貨 入了一些摘貨摘很久的東西 他會改變他的銷售策略 增加他的種類 健康東西 智能東西 還有就 日記時多買一些特色食品 快速消費品 快速消費品的意思就是 賣得很快去得很快 不會摘那麼多貨 那就對公銷會比較好些 就是這樣 另外就 員工好像都沒什麼 管理層分析 他都有標榜 一站式的便利 綜合百貨連鎖店 還有就 看看先 不到不少 往年的增長 可能是因為政府補貼 7100萬 我們回來又溫一溫數 7100萬 我們記住這個數 7100萬 盈利 這裡是千元 即是八萬千萬億 兩億五千七百萬 中間有7千萬是政府補貼 那 257 減71 即是186 其實對比上年 都有增長的 但是你們要扣回補貼 還有我記得2020年 都是有些政府補貼的 所以大家衡量 日本城是不是真的做得好的時候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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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看完利潤就算 一定要看 他扣了一些一次性的補貼 或者扣了一些商戶減租的 那些 因為這些 嚴格來說 不是日本城做得好 只不過是剛剛那個市 那個trend 他吃到這個利益 所以大家做分析的時候 要扣回這些項目走 另外就有 現金等 這些應該都沒有什麼 那 看看先 槓桿比率只有3% 之前都說過 那 未來加息環境之下 他貸款那麼少的話 都應該不需要太擔心 那 看看先 是 同店增長4.4% 都說過 他很多增長是靠開新店 開新店 那 那 那些廣告 百分比行政都 持平 39-38都OK 正常 那 keep著會開店 那 新加坡 澳門 那 還有 他們都會 增加 增加 住屋供應的計劃 所以就會跟著政府 增加住屋供應的計劃 那 所以就會跟著政府在哪裏建房子 都叫做供應房屋的 OK 那 開店 另外人力資源 都沒有什麼特別 看著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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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勇 那 都是那些 員工這些 我就不多說 對了 有個補貼 大家要扣回補貼 扣回補貼 這裏都寫了 他的利潤增加了80% 但是他都寫了 其實當中包括了7100萬的補貼 那 業務新加坡就佔10% 我今天不多說 那 都不算太多的東西 那 另外 董事會報告 都沒有什麼特別 那 另外很重要的 大家都問 我相信 買得 買得 日本城都是為派息的 是不是 不是為 好像Google那樣爆升 或者Netflix Tesla那樣爆升 那我們都要看一看股息政策 那股息政策是什麼呢 就是 他是視乎 經營業績 營運資金 財務狀況 未來的前景和資本需求 去考慮派不派息 或者 直接可以不派 甚至乎他們是沒有一個 目標的股息派發率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 關於新創建的那條片 或者新世界的那條片 我和你回一回頭 那我都講過 這個呢 派息政策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是一個 為了股息去買股票的股民 散戶 那大家可以見到 我重溫 新創建的派息政策 他很明確寫明是 我們做一個 我不是推銷新創建 大家留意 做一個文字上的對比 新創建的這個股息政策 就是可持續 漸進 每年穩步提高 每股股息 但是我們回來這裡的 日本城呢 他反而是沒有說明的 也沒有一個派息比率 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我在上一段片講到 他未來如果舖位減少了 生意不太好 或者COVID完了 沒有那麼多人買清潔用品 如果假設 的話 盈利可能下降或者倒退 他的派息 隨時有機會是減落你 就是他從頭到尾都沒有保證過 他是會增長的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他過去的派息可以保持著上去呢 有一部分原因是 可能是政府補貼 另外有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他過去生意好 不代表未來 而且他都沒有一個保證的派息比率 所以大家呢 尤其是如果是 對日本城做一個股息的 預期或者股息截現率的 股息模型的話呢 大家都要留意 做未來的推測的時候 相對要拿一個比較保守的增長 股息的增長 大家要留意 不可以太過樂觀 因為其實你看到 他的股息政策是沒有保證過 而且他的業務呢 相對 不可以算是一個很穩定的業務 因為始終他都要靠一個 靠市況 即是這幾年COVID 他才做得比較好些 或者開了很多舖 可能做得好些 但是未來 是不是可以繼續開這麼多舖 或者業主開 是不是不會加租呢 還是COVID永遠留在這裡 你要保持著買這些 大家要留意 所以呢 是一個提醒來的 大家絕對絕對要留意 另外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要看呢 其實好像也沒有 那日本城整體給我的感覺 那就 都可以剛才所說 他是名詞變了動詞 即是有什麼去日本城買 是吧 打火鍋沒有機器 去日本城買 家裡的電燈彈壞了 去日本城買 那這個都好的 還有可以說是深入民心 絕對是 還有他都有一個增長策略 就是不停地開店 不停地開店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往後可能是因為 運輸的因素 可能或者是各樣 就保持多了貨 這個會摘住了些Cash 還有他未來的增長 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續呢 還有他的派息 他的派息 咦 都還有很多時間 那看一下 看一個P&L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說 好像so far 都好像都沒有什麼特別 是不是呢 看看 看看是不是有些補貼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有很大部分是來自於 政府寶座 租金優惠 那這兩塊東西呢 之前沒有的 之前都有 但是呢 你不可以預期 不可以預期 它未來都會有 那 所以這塊 就算一般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去看 不同公司 不一定是本城 最好就把其他收入這塊東西 去認真看看 究竟裡面的items 是不是可持續的 那一般來說 我會建議整塊扣走它 即134437這裡 這塊東西扣走它 那所以呢 你的利潤呢 是小了一截的 257842-134437 就小了一截的 看到嗎 小了一截 上年也是一樣的 156064 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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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64-29065 126999 就是呢 2020年呢 是 sorry 126999 2021年呢 就是257842-134437 那就是 12345 不算由自可 一算就 大鑊了 OK 一算就大鑊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將它的利潤 將它的利潤 扣走這個 其他收益 整塊扣走 整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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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GG了 原來呢 利潤呢 是倒退的 另外呢 剛才其他收益 這裡 要扣走 這個位 我都覺得有時候 是應該扣走的 但是都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都OK的 1959 1959 1959 其他收益是什麼來的 原來是一些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 虧損或者其他的撥備 那其實呢 就應該可以調整下去的 那我這裡再寫了一條數 給大家看看 所以2020年呢 這條數應該是 15606 064 就加 8 182 再減 29065 那2021年呢 就應該是 257 842 減 1 1 959 再減 134 437 就是這裏 257 842 減 1959 和134 437 剛才156 也是 8182 29065 還有有時候 我都會建議 購買這塊走的 因為其實我真的想看 它 賣貨賣得好不好 其實你說真的 這些財務收入 不是它的主業 這些是bonus 應該不算 這些應該不算 那 我給大家看一看 好嗎 我給大家看一看 市盈率 市盈率 因為市盈率 是price over 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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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Earning Earning 就是這個 除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Earning裡面 很多是一次性收入 很多是其他 所以我這裡計算一計 給大家看一看 2020年 156064 加8 812 減29065 減5138 這裡大家看到 這條數 應該是 130 673 2021年 257842 減1959 減134 437 減2914 GG 118532 大家看到 我扣走一些其他收入 其他收益 扣走一些財務收入 因為日本城不是放數 日本城是賣貨的 OK 大家看到 原來2020年 經過我 數保調整的 盈利是130673 但原來2021年 只有118532 即是它減少了很多 是倒退的 原來的盈利是倒退 即是 它的收入是增長的 毛利也是增長的 但原來很多東西是倒退的 我們都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倒退 其實我可能 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是分銷和廣告支出是增加了 行政及其他的支出是增加了 增加了 所以就 對了 那原來 GG了 原來大家都說它增長這麼厲害 原來呢 算一算數 就 OK 那 之後 再跟大家算其他數 或者 應該是每年再算一次 OK 那今天講到這麼多 今天跟大家高敷了 跟大家溫過一下 3D Powerpoint Slide 溫了幾 一兩版 那跟大家高敷了一個主席報告 管理層討論 跟大家看了一個股息政策 跟大家看到股息政策 就看到它沒有保證派息 也沒有一個派息比率的 那大家另外就要留意它開店的速度 它銷售增長的速度 和大家今天高敷了 算了一算數 原來它並不是增長 並不是增長 那大家這個 自己要留意 那之後我就可能 看時間 看看會不會有篇分析 就放在blog上 那裏 估值 我也會計算過DDM 即是股息節演模型 那就會放在Patreon 那有興趣的 網友 讀者 就自己 去看一下 那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 OK 下次再見 拜拜